Hello 大家好 我在英國已經是第二年 打理花園和種植 今集的英國五分鐘 就想輕鬆一點 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花園的現況 亦都分享一下自己的種植心得 因為我在香港沒有種開植的 所以如果我種到的話 你們都應該種到的 首先我想分享一下這些球根植物 這是一種多年新的植物 你買一些球根回來,在秋天的時候落種 然後假一個冬天 在第二年的年頭 尤其是春天的時候 就會慢慢會 發芽 慢慢會開花 我覺得這些球根相對來說是比較容易種的 首先介紹一下風順子 我在上年秋天 第一次買這些風順子的球根 總共買了四顆 去到今年的年頭 它是最先有葉 和有花長出來的 這些球根種子 我覺得對於泥的要求 不是很高的 我去年種菜 用完泥 我又重用 然後就加些少少新泥 基本上已經種到 這些風順子除了好美之外 還有好香 在等到花借了之後 就把花徑剪了 然後就保留些葉 繼續曬太陽 吸收養分 球根就會更加粗壯 第二種球根就是這些水仙花 不過跟我們的水仙應該有些不同 這些叫楊水仙 其實這些水仙我已經是第二年種的 我第一年種的 是種得很漂亮 都是在秋天落種 第二年它二三月就會開花 後來因為我有少少改動 我想改它的位置 就刮了一些球根出來 但是我隔了幾個月之後 才放在泥那裏 我發現今年 那些花就長得不太漂亮 其實這些球根種子 如果你沒有必要的話 其實可以留在泥那裏 留在第二年再開花 這樣會比較漂亮 接下來我要介紹一下 我最喜歡的屈甘香 你看到這隻紫色的屈甘香 其實是我第二年種的 其他顏色的屈甘香 就是我在去年 新賣的球根種子 我在去年10月的時候 就把這些新的種子 賣在一起 因為剛剛這個冬天比較亂 所以去到今年一月尾 其實已經出業了 花在三月尾都走出來了 不過我這裏就有少少經驗的分享 就是我第一年種了紫色屈甘香的種子 因為我看到球根種子 一粒就好像變了幾重 結果我就拆開來 打算貪心一點 它還在這個盤裏 但結果只有一粒種子 是開了花 其他都是一片葉 還有就算開到花的 屈甘香 都比起我新買的白色屈甘香 好像小粒很多 原來球根種子就不要隨便去拆開它 屈甘香就好適宜種落地 它會令到你的花園非常色彩 但我亦有種了少少在盤裏 我發覺在盤裏種 我就更加容易打理 亦都可以容易搬來搬去 其實亦都種得不錯 好像這一棵 四枝屈甘香 後來都是種得非常高大 很漂亮 接著就介紹這些吊鐘花 吊鐘花我也是第二年種的 上年是五月才開花 說今年很早 四月已經開花了 吊鐘花的種子 我沒有特意刮它出來 我一直賣在泥 我發覺第二年 開得比第一年更漂亮 接下來 我想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買的盤栽 我猜不到 原來在英國有很多櫻花 而且品種亦相當多 甚至乎 我們可以買這些櫻花來種 譬如我這個櫻花盆栽 我就是在二月的時候買的 一個月之後 已經是悶開了 這是一隻重返 它的原產地 在荷蘭 我見它長得這麼漂亮 無論是荷蘭也好 日本也好 都無所謂 除了可以買到櫻花之外 可以買到這些楓葉 我去年五月就買了這個楓葉 當時的葉仍然是比較綠色 我們放在室內 後來去到冬天的時候 其實它就全部敷了 剩下樹枝 想著長不到 後來放在室外 不知為何 今年是長得特別好 現在只不過是四月的時候 那些楓葉的顏色已經出來了 非常之美 亦都證明 種植物始終在室外的地方是好一點的 所以大家好好珍惜 你們的花園 早前在超市那裏 就見到這些 梨樹、蘋果樹、布林的樹架 我見到12磅有兩束 心思思就買回去試試試 首先買回去 就把根部浸一下水 大概浸一個小時 等它散開了之後 我就直接種在這些桶 因為我這裡始終是租的屋 我就不想種在地 如果我將來想搬的話 我也容易搬 大約二月的時候 梨樹 就率先有些葉走出來 還有也有些花枱走出來 甚至乎也都開了些花 不知道在英國 是否真的那麼容易種到蘋果和梨呢 在繼續講下去之前 我想跟大家特別介紹一下 這些lurseries 它就不是托兒所 其實它是一些植物的 培植中心 它好像Guardian Center 都是賣花的 但是它賣的花 分分鐘 是要更漂亮 而且還要便宜 好像我就買了一個玫瑰 這個我記得大約是5至6磅左右 但是呢 它生長得非常之好 剛剛這個冬天 它很快已經是有葉出的了 去到現在呢 差不多整棵玫瑰都已經掌滿了葉 我就很期待5、6月的時候 就是玫瑰花開的日子 而且這個玫瑰已經掌滿了一次 要小心點 這盤壽球花是上年買的 看上去好像挺漂亮 但是花一直都開不完 我們那時候是放在室內的地方 後來年尾它直接敷了 後來修剪完之後 就放回室內的地方 最近它已經開了一些葉 而且也開得很快 這隻應該是5、6月都會開花 在英國內了 我發現新屋和舊屋 其中一個最大不同的地方 就是花園 舊屋的花園 始終種了很多年 那些泥土比較肥沃 就算你不是特地去種東西 自然都會有些葉花走出來 這個劍蘭是我上年種的 後來就已經枯了 在我出這條片的時候 我發現在它的位置 剛剛又生長了一些新葉出來 被野花野草遮住了 後來我查一下 原來劍蘭都是求根種子 這個也證明了定期的產草 和收剪樹枝 都是非常之重要的 其實很多花的花期都是很短暫的 所以我覺得 更加要好好享受種植的過程 無論裡面有成功和失敗 自己試過的 其實都是得到很多經驗 和很有樂趣的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這裏 下次再看看我的花園 變成怎樣 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廣告 中文字幕志愿者 廣告